阿公組織在一樓 婦人突然跑進屋內 蹲下摸摸阿公的左邊口袋 一度還跑到後方 雙手環抱 阿公一動也不動 左邊摸完不死心 又摸到右邊褲子口袋 直到阿公怒吼了一聲 才發現這兩人根本不認識 蔡爸爸形容還算靈活 只是被摸石嚇到了 追上前夫人早就跑了 事發就在台南新營區第一市場 十日中午 婦人似乎有備而來 看準蔡爸爸獨自在店面客廳 亂摸口袋還翻找抽屜 還好沒讓婦人得手獻金 家屬懷疑這不只是偷竊 擺明就是搶劫 家屬把影片PO往後就有民眾反映 雲林北港也有百歲長輩被闖空門 台南眼水牛鬚遭人偷錢 畫面中的夫人都穿粉色遮陽帽 袖套和同款鞋背包 懷疑是同一人犯案 夫人很可能鎖定獨處的長輩闖空門 有其做生意的開放店面更要特別小心 TVBS新聞顧手艙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